中华美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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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人 以骄子有方著称 后人把孟子之母 岳飞之母 统徐树之母 尊为中华贤良三母 爹 爹 娘 我梦见爹了 是吗 你爹都跟你说什么了 爹没说话 我一直叫他 他也不答应 然后我就醒了 娘 爹是不是不要我了 傻孩子 你爹怎么会不要你呢 你爹啊 他在外游学求是 想要以所学所知 造福于万民 那爹什么时候回来 等到天下太平 你爹一定回来 儿子 记住 你爹的志向 是渔乱世 开太平 嗯 我记住了 但你长大 也要做一个 造福于万民的人 是的 娘 我也要像爹那样 做一个 造福于万民的人 娘 最后一件了 好 待会儿娘就给你 做好吃的春饼 我去家春鸦 你慢点 知道老娘 爹妹啊 魏大哥 您回来了 是的 我们家 孩子他爹呢 公仪他 我们在宋国的时候 他 他怎么了 他 大病了一场 我们 我们都尽力了 可是 娘 你看这些够不够 弟妹 娘 这些是公仪留下的 我都给带回来了 娘 您别哭了 娘没事 他留下什么话没有 放心不下你们母子两人 希望你搬回老家 好歹亲戚都在 能有个照应 这屋子地方虽小了点儿 可是冬暖夏凉你们母子两人也足够了 又老沈娘 你看看收拾收拾还真不错 缺什么你尽管开口 给您添麻烦了 哪里的话 侄儿媳妇 我说句不该说的 这人死不能复生 你呀 也不能太伤心 现在最紧要的是 把孩子照顾好 这样 也算对孟家的列祖列宗 有个交代 沈娘 我知道了 待会儿就给你拿些粮食来 快谢谢二奶奶 谢谢二奶奶 多好的孩子 跟他爹小时候一个样 行了 我先回去 你忙吧 您慢走 娘 您累了吧 娘 您先吃 刚才二奶奶给的 我就是想换个地方住 可你想过没有 你搬去了市集 拿什么养活孩子 在这儿多少我们还能帮助你 怎么说你儿子也是孟家的子孙 姐儿媳妇 现在咱们孟家就空于这一处房子 别的房都有人住 沈娘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 这房子周围都是坟地 成天吹吹打打 哭哭丧丧的 我主要是担心孩子 在这样的环境下 染上了不好的习气 这倒也是 可现在确实没有赋予的房子 要么这样 我跟族里的老人商量 在别的地方给你再盖一间房 可这就得等个几年 毕竟这么大一家人 什么事都得计划着来 麻烦你了沈娘 娘 我回来了 娘 我现在是大祭司了 他们都听我的 以后所有的葬礼 都由我来主持 你给我把这些扔了 你怎么能够以此为乐 这成何体统 常跟你说 君子当自强补习 都成耳旁风了 娘 我知道错了 跟娘进屋寿拾东西 咱们马上搬家 于是 孟母带着孟子 搬去了毗林的一个市集 在那里 孟母以织卷为生计 来换取母子二人的日常所需 娘 您歇会儿吧 喝碗粥 粥 粥 娘 我看您做粥 悄悄学会的 您尝尝 好喝不好喝 真香 娘 您先喝着 慢点儿子 别摔着 娘 您累了 烫烫脚 娘 娘 自己来 娘 您辛苦了 娘 辛苦点儿没事 我想快点儿长大 等我长大 娘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到时候 我要让娘 过上好日子 只要你能成为一个君子 再苦 娘都觉得甜 娘 您放心 我听您的话 一定要像爹爹那样 做一个造福万民的人 儿子 你立下了宏愿 就要努力去做到 我知道 娘已经打听好了 最近的一所乡孝 等娘筹组好了学费 就送你去念书 娘 我一定好好念书 在家好好待着 娘送了卷就回来 好的娘 您慢点儿 想吃什么 娘换了卷给您买 馅 好 等娘回来 来买馅喽 又大又甜的黄馅喽 来买馅喽 又大又甜的黄馅喽 小孩 想吃馅啊 哦 让你家大人来买吧 我这黄馅啊 是这一代出了名的 想吃 想吃 这样 你来帮我邀合 我送你馅吃 可是我不会呀 简单 你听我的 来买馅喽 又大又甜的黄馅喽 来买馅喽 不对 你得放开的喊 来买馅喽 馅好吃吗 又大又甜 对啊 你就得让没吃过的人 一听见你的吆喝 就想吃馅 来买馅喽 又大又甜的黄馅喽 又大又甜 对喽 来买馅喽 又大又甜的黄馅 好 来买馅喽 又大又甜的黄馅 来买馅喽 来买馅喽 我吆喝得好吗 走 跟我回家 你站在这儿 等我回来 这位大哥 我家孩子刚才吃了您的杏 这些卷请您收下 这 给您添麻烦了 给你爹跪下 你还能记住对娘说过的话吗 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君子 还有呢 要像爹爹那样 做一个造福万民的人 知道你爹为什么不远千里去游学求是吗 娘 您别生气了 娘不生气 娘 伤心 娘 您别伤心 我知道错了 我敢 儿子 你爹他如果只是想要做一个卖货狼 只是想要自己一家安稳的生活 那现在咱们一家还能团聚 可是你爹他选择了于乱世开太平 他想要为天下做事 为万民做事 孩子 你要明白娘的心 娘希望你能像你爹那样 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你爹和娘的心会被你伤透的 娘 我知错了 我再也不让你伤心了 别哭了 儿子 他爹 这个地方恐怕也不能长久地住下去 你说说今天这事也不能全怪孩子 住在世境之地 难免沾染习气 我搬来把乡校都找好了 还打算让儿子去念书 可我真不知道要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 儿子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尽力了 可我现在真不知道应该搬到什么地方去 娘您渴吗 我给您倒碗水 不用 娘不渴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来来来来 客官里面紧啊 天桃手桃 看看 买柴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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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儿子 咱们必须搬家 搬哪儿去呢 回娘的家乡 娘 为什么去邹城 因为事迹不适合咱们 可我们走了 去哪儿念书呢 娘再给你找乡校 谢谢娘 娘我想歇会儿 来娘背你 不用 不用 非我您累 我能走 儿子 咱们去那边避雨 走 娘 我冷 没事 娘抱着你 过会儿就暖和了 嗯 娘 您别着凉 娘知道 老天爷 老天爷 我祈求您给我们母子织一条路吧 让我和孩子能够肚子难关 娘 儿子醒了 娘 我热 我 谢天谢地 娘 你没睡啊 娘不累 这是什么地方 年轻人 打听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邹城的学宫啊 学宫 是的 方圆几十里的读书人都在这里学习 太好了 谢谢 儿子 儿子 咱们终于来对地方了 咱们就在这附近住下了 谢谢老天爷 孟母决定 孟母决定 安顿在学宫附近 继续织卷来供养家庭 孟子呢 每天看着读书人的依量进退 每天听着月儿的读诵经典之音 对这些礼仪学士很快一一都袭击 令母亲欣慰 转眼十二年过去了 此时十五岁的孟子已在学宫念书多诗 娘 来 试试水温 我还烧着热水呢 凉了再加些热水 烫烫脚解解乏 娘 水缸里的水已经打满了 柴火也披了好些 足够您用两三天了 我过两天再回来 你不用惦念着这些小师娘自己能行 你呀重要的是在学宫好好念书 我知道 娘的身子骨好 可我就想回来干干活儿 您也轻盛些 念书您放心吧 孩儿会努力的 这就对了 娘 我回来了 儿子 今天怎么又回来了 不是说好在学宫好好待着吗 我就回来看看您 没别的事儿 我过会儿就回学宫 这些天学的怎么样 跟过去一样 看一样的书简 读诵一样的篇章 嗯 看你的样子还学的挺轻松 还行 那好 你给娘背一段论语吧 好 娘 那我给您背诵一段最近刚刚学习的 不 不 你就从最开始背诵最前面的章句 好 子曰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童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 人不知 嗯 这一句就在嘴边 可就 待会儿 待会儿就能想出来 娘 您别生气 还有一些紧张 所以 你不是学得很轻松吗 学习是为了增长德行和学识 有了德行和学识 才能造福于天下万民 你现在骄傲自满 以至于先前的学习荒废 就如同我剪断这卷一样 卷剪断了 还能像新的一样接上吗 你不能温故知心 对知识不心存敬畏 如何成得了大事 娘 孩儿明白了 定将勤学不息 别忘了 要做一个能够造福万民的人 孩儿谨进娘的教诲 记住 别忘了 三字经其中一句 西孟母 则临处 子不学 断姬柱 正是孟母三千和断柱交子的故事 此后孟子朝夕勤学不息 后来师从子思 遂成当世天下大辱 孟母克勤克简 寒心如苦 坚守智杰 抚育儿子 盛世 盛世 励志 敦品 免学 约历 数十年如一日 思思入口 毫不放松 既成就了孟子 更为后世的母亲 留下一套完整的交子方案 她本人也称为名垂千秋的模范母亲 在中国历史上受到普遍尊崇 未经许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吃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至夜高雄中山书方 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慈悲三昧水灿 小蒙山即为49天内 往生者朴佛回向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3月27日星期日上午9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旬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购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贡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至夜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 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惠泰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3月30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9点 恭送金刚经 下午2点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地点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静岛四星达版 5-310-9G 水湾版 长火八 стан 烟饰山 昨天接近 降音乐 同順 水湾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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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你可 呀 啊 他的呀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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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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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生命点时放上去 走 up and dow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底霞村者说过一个比喻 如果是修行很好的人 身语意三门 就像脚踩在羊毛上一样柔软 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而烦恼大作 明镜与点点栏目 慈心瑜伽 一身体柔软是一种福德 如王夫人者本大国王女端正无双 手足柔软 贤顾长者之子 束缚姻缘 瘦天果报 身体柔软 犹如初初心嫩花痴 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修炼瑜伽 可以使身体柔软 但是 前面所指两位 却不是勤作瑜伽而得 而是过去是 掌养慈悲 柔和之心 所获得的福报 休息 休息慈悲 使心柔软 身体也会跟着柔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柔和心 一 佛菩萨所说的柔软 有柔和调顺 调幅 不急躁之意 弟子 是否具有柔软心 尝试 圣者 是否施教的判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例如佛在长阿涵游行经理 直到安婆婆礼女 柔软和跃 应盖为伯 亦可开化 几位笔女说 似神地 三 内心柔软 不仅令周遭的人合约 还是修学佛法的重要德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一起说柔软语 一 佛陀与菩萨 皆善于言语 柔软和雅 长 依柔软语 非粗犷语 一 柔软词为他人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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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对苦难众生以柔软因而未复制 或是以柔软因赞叹诸佛 或是以柔软因演说法药 必义有情 二 圣者出言柔和 说话内容能利益有情 完全不是像世间人 为了巧取财物 故意用娇柔的身影 假情假意地说话 使心调柔 一 心里的贪爱 嫉妒 憎恨等 都是伤害众生的起因 但其实最先受伤害的是自己 例如贪爱时 自己先受影响而失去平静 甚至执着到睡不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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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而贪爱是由心发动 藉由生育表现出来 所以要止息生育的爱之 首先要让贪主之心 转为极尽调柔 佛法的万种工具 一 尽管能将无常 叶国讲的头头是道 若未能结合羞耻 那就毫无意义 除非让自身形仪非常调柔 才能将听闻的法与自性结合 与己才有真实利益 能胜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柔软 是佛法的万用工具 能融化称恨贪质 能守护戒品 能柔法如心 将所听闻 教法与自性结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山落水 提 拥有柔软的心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这人类容易起纷争 冲突的时代 不仅可以保护自己 他人 柔软心的培养 更是整个福岛 修心的终点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有一句西藏谚语这么说 一个修行人内心是否柔软 就能看出 他有没有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 可见 心力是否柔软 是修行好坏的重要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执行者是指诚实率神之心 就是无虚伪 无禅取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执行者 其心胸正直光明磊落 不计较个人利益 得势 不少烦恼牵挂 纠缠 与人相处 也不会刻意攀缘 逢淫他人 更不会有搅拾 巧诈 虚言复识 案件伤人等行为 所以 执行的人也多倾向心口一如 言行一致 而贪嗔等恶喜也叫薄弱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的启示精神 一 中国传统儒家所说的君子 如是 以及中古世纪欧洲的启示 就具备持心这项品格 而 拥有持心的人 不仅为众人所敬爱 在佛教里的善知识们 也都特别喜爱有如此特质的弟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 执心的人 对佛法的感应会较灵敏 同时 也较友善知识员 修行者 是否具有执心 对于修学佛法非常重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执心者 是法器 一 别意砸阿罕经言 以执心故得法 得意 得清净佛 有大波涅槃经说 以执心故 明佛弟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华言经 《诸法戒品言》 因静执心见善知识 随顺其教增长山根 如依雪山出众抹药草 为佛法器 如海豚流 可见 聚执心的弟子 才能融受阵法 感谢观看 《诸法戒品言》 如何培养执心 一 《宝语经》记载 无写取信 得知执心 旧罗摩石说 执心 执实心也 发心知识 始于执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说明 角柔造作 禅取 正好 与执心相反 因此 去除虚伪 禅取 是得执心 首要条件 最后 执心相反 执心 最后 是 执心 最后 是 执心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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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二 在日常生活中 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在身与意上 要自然甩真 真诚待人 尽可能放下私欲 人我分别 在与善知识讨论佛法时 不可复藏或伪装 三 如此不断提醒自己 久而久之的习惯 自然形成个性 这是修学菩萨行者 应该做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心执路就通了 一 执心的人 具备正面的想法 心地直爽 清静柔和 一 流水为育 如果水道宽阔 没有草石 也没有弯曲 则水流顺畅 而无障碍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杨茜茜 所以清云执心念道可免重苦 古德也说 一条玄执心不遭其路苦 弯弯曲曲的烦恼 会产生许多狭隘的心理问题 进而影响良善的心灵生活 这样的人绝对不会获得喜乐的 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扶持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慈悲至夜 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护身法会 恭送嫩严经嫩严咒 及不动佛修持修持仪轨 恭请战性法师组法 日期3月20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用接驳车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南投峰会 成征义工 下旬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地点 南投县 草屯镇 镇新街 70号 南无据种种三摩地 灭除疑惑 出发心护主不动如来 南无据种种三摩地 灭除疑惑 出发心护主不动如来 南无据种种三摩地 灭除疑惑 出发心护主不动如来 念诵以便能消除罪障 直至成就佛果 不堕三恶道 决定成就就近圆满之佛果 莲花化身不动如来净土